无独有偶 家住的南京大厂 有一位70多岁的李师傅也中奖了 那中奖了 按说得拿钱回来 但是对方说 你得先给我寄点什么什么钱 于是李师傅很听话的 就跑到了工商银行 养子三村支行 要汇款 银行的保安一听这个事 就认定 这肯定是诈骗 老人从一个带有工商银行标志的信封内 拿出一个中奖单 说自己中奖了 一辆奥迪轿车 只要交两三万元的税费 就可以拿到奖品 保安接过老人的信封 一看立即判定这是个骗人的把戏 我说你不要听他的 我说你给我吧 不要听他的 百分之百是假的 银行负责人表示 他们不可能寄中奖单给顾客 我们一般的是 带有我们工行那个 捞个标志的信封 然后是对赞单之类的 必须就是有9588打疼 就在老人最终放弃汇盘后不久 一位50多岁的王先生来到汇盘 要给女儿汇19800元 跟你女儿有没有打电话联系 这个钱一定要确保安全 让你女儿在你女儿知情的情况下 他说已经打过电话了 让银行工作人员奇怪的是 王先生汇益完款出门不久 又回过头来 还要汇钱 后来是怎么发现其中有问题的呢 后来他又要汇一笔钱 他说他女儿实际上是报了两门 就再交19800元 我跟他讲 我说这可能应比较小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学生课也比较忙 我说你再赶紧跟小孩打电话联系一下 他说我是在网上给他联系的 银行工作人员赶紧阻止了王先生第二笔汇款 经过核实 原来王先生女儿的QQ号被骗子给盗取了 我们通过第一道防线银行 第二道防线再不相信 我们有派所民警上的这个银行 在当面进行教育和劝说阻止 记者从南京化工园区公安分局了解到 近一个月来南京大厂地区发生18起电信诈骗案 都被有效的阻截 为此警方专门加讲了六家银行成功阻截电信诈骗工作